可怜可怜我吧 给点吃了吧 肉肉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在外面好好干的 打出一片天地的 小旭 我相信你 你在外面照顾好自己 肉肉 你在家也要好好照顾你自己 我跟咱妈说了 咱妈也会好好照顾你的 看你大了肚子 一定要注意安全 放心 我挣到钱我就回来了 行小旭 你家不用担心了 我和孩子等着你回来 行 那肉肉 那我先走了 好 那你路上慢点 好 回家 可怜可怜我吧 这怎么还有个乞丐呀 这也没有零钱呀 可怜可怜我吧 饿死我了 大哥 小旭 肉肉 小旭 你怎么在这儿啊 小旭你终于回来了 怎么回事啊肉肉 你怎么能做乞丐呀 小旭 咱妈都把我撵出来了 妈 你这干嘛呀 干嘛 你说干嘛呀 肉肉 你在家 白吃白喝的 我告诉你 没那么容易 这位儿子打的钱 是给我花的 你要想花钱是吧 自己出去挣钱 可是妈 我这带着孩子 我上哪儿挣钱去啊 你带着孩子 都交贵了是吧 去拿挣钱 去大街上 祈祷去 祈祷 妈 外面那么热 这孩子也受不了啊 这样 我就管不着了 想花钱 就出去给我挣 知道吗 妈 你怎么那么狠心呢 你 我跟你说肉肉 我们家 不想吃闲饭的 赶快去 别利用动罗 知道吗 快点 我呀 早都看你不顺眼了 还治不了你 什么 这怎么可能啊 我这每个月给妈 打了那么多钱呢 真的 我骗你干什么呀 这 这我还是不信 这妈怎么可能这样做呀 你要是不信的话 那等于我先进家 你后面跟着 这 行 肉肉 走 肉肉 咱们回家 哎呀 这儿子 又给我打钱了 我出去打牌 又有笔钱了 多好呀 我回来了 谁让你回来了 这钱呢 要的钱呢 妈 今天外面一个人都没有 所以没有要到 没有要到钱 你回来干什么呀 去 出去要钱去 妈 我太饿了 你让我吃点饭吧 就算我不吃 这孩子也得吃不是吗 你出去一中午 一分钱都没要到 还想吃饭呀 你 想都别想 我跟你说 想吃饭是吧 自己出去挣钱 妈 你怎么能这样呢 去不去 别逼我动手啊 儿子 那是你给我打的钱 我凭什么让他花呀 他呀 就是个外人 妈 说我吸的不好 处处找我那茶 这我两个 喝不来 儿子 你说 这以后啊 花钱的地方多 也不能够吃饭 你一个人 在外边挣钱 是不是 我就让他出去 挣点钱 行了 别胡搅埋谈了 挣钱 是这样挣的吗 这能让老婆孩子 出去乞讨吗 你怎么不去呢 儿子 你怎么跟妈说话 我去 我可是你亲妈呀 你是我亲妈 这孩子 还是我的骨肉呢 这肉肉为了这个家 付出了多少啊 你这样做 就不会感到退休吗 儿子 你怎么跟我说话 我这还不是为了你好吗 你这是为了我好吗 跟你说啊 这个家 你也别带了 要么去养老院 要么回老家 儿子 我不走 你别赶我走行吗 你不走 你不走 还让你在这个家欺负肉 把这个家搞得无人家障戏的 行了 别再背貌了 你呀 赶紧走 我不走 你不走是吧 不然我赶紧走 走 儿子 走 儿子 我不走 你呀 就在外边好好反应反应啊 小旭 肉肉 你这把妈赶走这好不好 什么好不好的 她就这样对你了 这一切都是她自作自受 这一切都让她自己承担嘛 肉肉 这段时间真的是辛苦你了 你放心 这以后啊 不会再让你受一点委屈了 都听你的 走 肉肉 我送你回屋休息 一会儿给你做的好吃的 孩子 你这你怎么那么苦呀 你也这么小 你爸妈 出城坡走了 孩子 你放心吧 姑姑 一定把你 扶养成人 就是使病子 捡垃圾 这姑姑 也得把你养大 孩子 你别哭了 你这一哭 这姑姑心里更难受了 别哭了孩子 你叔叔饿了 走 我给你切了奶粉喝 孩子 你放心吧 姑姑 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咱们回家孩子 姑姑 又别送了 小旭 到学校以后 好好学习 和同学 搞好关系 知道吗 知道了姑姑 这段时间 我不在家里边 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小旭 姑姑知道了 你也要照顾好自己 小旭 这两千块钱 你拿着 姑姑 这钱我不要 你把我养这么大 已经够不容易的了 傻孩子 你说什么呢 你在学校 用钱的地方多 买学习资料什么的 你啊 不要委屈自己 那姑姑 请那小旭 来 这钱 你拿着 姑姑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 将来以后 回来报答你 傻孩子 说什么呢 姑姑 不是为了 让你报答我 你啊 只要好好学习 将来 一定要有出息 行了 是 等着你呢 赶快走吧 行 姑姑 我走了 走吧 路上慢点 姑姑 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孩子 我知道了 赶快走吧 小旭 忙着呢 你怎么来了 小旭 你看咱俩都谈 多长时间了呀 我这 想见见你的家人 是啊 你这不说 我都忘了 我这都五年没回家了 也不知道 姑姑怎么样了 小旭 我一直都听你说 你姑姑 带你多好都好的 我呢 也想见见她 正好 趁现在没事 咱回去看看她呗 行 是该回去看看姑姑了 走吧 走吧 小旭 小旭 这边就是你的家乡啊 是啊 这我多年过去了 还是一点没变啊 挺好的 小旭 咱走吧 我阿图迫不及待 想见你姑姑了 是啊 那赶紧走吧 走 这小旭 小旭 也五年了 也该毕业了呀 怎么到现在 也没回来 也不知道 小旭 在外边怎么样 小旭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我不想你 姑姑 小旭 你回来了 是啊 姑姑 让你受苦了 姑姑 你先坐 这位是谁呀 姑姑 她呀 她是我女朋友 姑姑好 好 好 小旭 你真的长大了 有出息了 还带了一个这么漂亮的 女朋友 你看 这姑娘长得多水灵呀 姑姑 这几年没见你 你又变老了 姑姑 你看你这白头发都出来了 哎呀 这岁月 不饶人呐 你看 我家小旭都长大了 我能不饶吗 小旭 这几年 你在外边 吃了不少苦吧 姑姑 我受点苦 无所谓 我为了这个家 什么都愿意做 姑姑 我早就听小旭说 你呀 很好 而且小的时候都是你照顾她 是啊 姑娘 这小旭 从小 她爸妈都走到走 是我一个人 把她拉扯大的 你都雅玉珍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我这次回来 就是准备把你接到城里去住 小旭 这姑姑 就不去了 我一个人在家 也习惯了 姑姑 你怎么能不去呢 你到时候去了 我们还好照顾你 你看你一个人在老家 这小旭到时候工作 也不放心不是 是啊 姑姑 你就跟着我们一起去吧 姑姑 其实这么多年 有一句话 一直埋在我心里 我没有说出来 孩子 什么话 你说 姑姑 这么多年了 你养我小 这到老了 我养你老 姑姑 我就想跟你说一句 妈 你辛苦了 孩子 妈不苦 快起来 快起来呀 起来孩子 起来 妈 要不 你呀 就跟我们去城里吧 行 行 我要 就听你们的 妈 咱们走吧 走 这个工程啊 快完工了 阿姨 你怎么在这吃干馒头啊 姑娘 这不在饭点了吗 我呀 在这吃个干馒头 阿姨 那您能让我吃一个吗 姑娘 这你能吃吗 没事 我也饿了 那行 你要不嫌弃 就吃一个吧 吃 阿姨 这可是剩馒头呀 哎 有的吃就不错了 阿姨 你吃这剩馒头 您的上级 她知道吗 哎 姑娘 她知道 我们来的时候 她说 还有餐补什么的 这可能啊 这公司 效益不好吧 哎 就这 吃个馒头 点点 哎 能干活就行 效益不好 这 谁告诉你的呀 这是我们那个路经理说的 我们 三个月 都没拿到工资了 他说 公司效益不好 让我们 再等一等 这 那你怎么不找老板说呢 找老板 姑娘 开玩笑吧 我们连知道老板 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再说了 我们要是找老板了 让经理知道了 连个馒头吃都没有 还不得开除我呀 阿姨 这瘦馒头别吃了 没有营养 要不这样 我带你去找老板 怎么样 我不敢 我不敢 阿姨没事的 走吧 我替你坐着 走 谁呀 进来 陆经理 你拖下我的公司 什么时候发呀 不是 你怎么又来了 不是告诉你了吗 这一段时间 公司效益不好 陆经理 这公司效益不好 你也不能拖下我们的公司 再说了 我们这上有老 下有小 你不过发公司 我怎么收活呀 你别过废话 你说这个时间 你不是在干活吗 怎么跑到我这来了 是不是想偷懒啊 陆经理 我不是偷懒 我呀 是来要我的公司的 你呀 都拖欠我三个月的公司了 你到现在不给我 让我怎么办呀 怎么办 怎么办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陆经理啊 我呀 已经资讯过了 你这 恶意拖欠员工工资 超过三个月 你要受到 法律制宰了 你知道吗 哟 老太婆 你还专门打听了呀 你长本事了你 这公司啊 我说老太 我说发就发 我说不发就不发 陆经理 你怎么能这样 你这不是欺负我的老太太吗 欺负你 欺负你怎么了 我告诉你啊 你想干就干 不想干 赶紧给我滚蛋 陆经理 你不能这样呀 你看 我这年龄也这么大了 在工地上 累死累活的 我就没功劳 我也有苦劳呀 你这么说干我 就干我走呀 别给我说废话 赶紧给我滚 陆经理 我求求你了 陆经理 发这么大的火呀 董事长 你怎么来了 陆经理 你这干什么呢 在公司发这么大的火 董事长 你说气人不气人 咱们公司 最近 你也效应不好 他老是来要工资 姑娘 原来 你就是董事长 你要 你要为我们员工 做主呀 阿姨 你放心吧 这件事 我替你做主了 小旭 你说你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拖欠工人的工钱呢 董事长 你别跟他胡说八道 他呀 他就找事 董事长 我没有 我没胡说 我们工人的工资 他已经拖欠三个月了 拖欠三个月 这是怎么回事 陆经理 我只记得 这个钱 我已经打到财务账上了 让你发工资呢 怎么回事啊 董事长 你也知道 咱们公司 这一段时间 效益不好 我这不是在统计吗 马上都统计好了 统计好了 到时候一块发 董事长 那参卜费 我们也没见过呀 我来的时候 说好了 有参卜费 陆经理 听到了吗 啊 董事长 这个参卜费 我发了 他在胡说八道 董事长 我没胡说八道 这参卜费 我一分都没见着呀 陆经理 他有没有拿到参卜费 我看得一清二楚 你心里应该也清楚 我刚在楼下的时候 看到阿姨 在啃干馒头 董事长 这 这也是为公司考虑啊 我 你说这段时间 咱们公司的效益 也不是很好啊 所以啊 我就想从员工这里 弄点钱 周转一下 弄点钱 陆经理 你还真会说呀 我告诉你 以前进公司的时候 我怎么说的 不管怎么样 工人的工钱 不能拖 董事长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保证 我保证今天下午 都给他们发过去 行了 这个钱呢 我会发给他们的 不过 我们公司不需要你这样的人 陆经理 你还是走吧 董事长 你说 我也是一步一步 爬上来的这个位置啊 你可不能让我走啊 我们有辛劳 也有苦劳啊 你还在这狡辩吗 陆经理 你是不是等着 让我和财务部对账呀 我看这个参补费 是不是都接你腰包了 我告诉你 这个员工的参补费 从你公司里面扣 补发给他们 董事长 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啊 你就饶了我吧 参补 参补我发 我发 行了 别说那么多 我以前怎么告诉你的啊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都要以工人的工钱为主 先发他们的工钱 我就不信我们公司 难道穷的 工钱都发不上了吗 所以 陆经理 给我滚啊 我们公司不需要你这样的人 滚啊 好 董事长 我走 董事长 谢谢你 帮我们员工说话 我们工人啊 那有你这的董事长 那是我们的荣幸呀 阿姨 您不能这么说呀 应该是我谢谢你们啊 没有你们这么辛苦啊 我们的工程 也不可能顺利的进行下去 行了阿姨 走 我领着你啊 去领工钱 把大活的钱都放下去 行行 放心吧 董事长 我们呀 会加倍的工作 行了阿姨 走吧 进来 何经理 我想请假 请假 我说啊 小丽 你有什么事 不能下班去办呀 非要请假 何经理 我请的是产假 你看 我这都快生了 请产假 我说小丽 你这是请产假 这时间长啊 你要是走了 公司怎么办呀 经理 你看 我这挺着大肚子 也没法工作呀 你没法工作 你没法工作 你不能监督他们呀 你要是走了 谁监督他们呀 经理 你看 咱都是女人 你这何苦为难我呢 我为难你 我什么时候为难你了 是你为难我 我这是为公司着想 你知不知道 公司现在是最缺人的时候 你要是走了 这公司谁来管啊 可是经理 你看 我还有几天 这孩子就要生了 还有几天生了 行 你非要请假是吧 那行 看一下公司的请假制度 你看一下吧 什么 请假还扣公司 对呀 这呀 可是公司规定的 可是我这是产假呀 产假 产假怎么了 产假也是请假 在我这都一样 知道吗 那经理 既然你要这样的话 那我就辞职 我呀 没法在这干了 辞职 你下午谁呢 小丽啊 你不知道 咱公司还有一个规定 辞职得提前一个月 你要是真想辞职的话 今天交辞职单 下个月的今天 我会批给你的 可是经理 下个月的今天 我这可是 还有几天就要生了 难道你要让我 生在公司吗 这是我的办公室 你在这吼什么呀 啊 你要放清楚 我在什么位置 你在什么位置 啊 我说一个月 就是一个月 如果想辞职 就等一个月 我告诉你 如果要提前走的话 一分钱都没有 经理 你这也太欺负人了 我欺负你 是你在为难我吧 啊 我只是 按公司的规章制度办事 行 既然这样 工资 我也不要了 不要拉梗 我不要 吓我谁呢 哎 小丽 董事长你好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还含着泪呀 董事长 我没事 别没事了 你到底是怎么了 你看你这还大个肚子 对了 你这预产器该到了吧 你怎么还上哪儿呢 董事长 我就因为请假 产假没批 什么 到现在还没批 对呀 我去找何经理请假 他说要课工资 怎么 这何经理 他怎么会这样 也太过分了 还有啊 更过分的是 他还避着我辞职 不发我工资 这个何经理 行了小丽 你别委屈了 我带你去找他 慢点 哎呀 董事长 董事长 你怎么来了呀 我这何经理啊 你这手机玩得很开心嘛 董事长 我这是联系业务呢 还联系业务 你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吗 董事长 你看 你平时不来公司 今天什么风把您吹来了呀 还有 董事长 你怎么和他一起来的呀 我就是因为小丽来找你的 小丽请假的事 怎么回事啊 哎 董事长 我这也是为难呀 我也是为公司考虑 你说 他要是请假了 咱公司那些业务 谁去做呀 何经理 你要我怎么说你呀 我知道 这小丽在我们公司的业务能力很强 但是公司就他一个人嘛 这产家呀 可是国家规定的 你还怎么找他要钱 你还真敢要你 董事长 我这不是为公司考虑吗 行了 你少拿公司的名誉来找借口 早就有人反应你 我还不信 本来想找你问问情况 没想到 这次遇见了小丽 董事长 我这 我这下午下午的 还下午下午的 何经理 你可真行啊 这生孩子的事 还让你下午下午 行了 你呀 坐在一个经理的位置上 不为缘故着想 你自己去辞职吧 这 老板 你 你这 你给我一次机会吗 我下一次下不为例 我这 商有老下有小的 我这也不容易啊 你要是让我辞职了 我干什么呀 我家里 家庭都养活不了了 老板 你看 我在公司这么多年 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你又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保证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给你一次机会可以 你给我从低层做起 再做不好的话 你就直接给我滚蛋 行 老板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一定要好好做的 赶紧给我下去 行 老板 你忙 小丽 你看 这真对不起 是我呀 没有管教好 以后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了 董事长 真是谢谢你了 董事长 你的家呀 我批了 你回家好好待产去吧 你现在的位置还给你保留着 你就在家安心待产吧 好 董事长 谢谢你 那我先走了 行 那你路上慢点 好的董事长 唉 我这段时间不在公司 你瞧 这个公司 把这个何经理给弄的 以后呀 还是我亲自来管理吧 大家好 我是小白 每天一个故事 今天的故事啊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经历过 我们呀 在职场上 会经常遇到那些滥用职权的人 给你施加压力 特别是那些 刚步入社会的女大学生 他们呀 刚进入社会之后啊 有那些滥用职权的人 去对你 做一些过分的事 今天的故事啊 就是讲成这样的 心灵要用 就这么个旅行 衣服 进来 等等啊 没干领啊 啊 你有事啊 这今天啊 过来一个新领 你是仁政府的经理 你就看着安排吧 白经理好 你好 挺机灵的 董事长 你把人交给我 你放心吧 我肯定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岗位 行 白经理 你办事我一向很放心的 那你看着安排吧 那行 那董事长 我就不送你了 白经理 你看 那我适合做什么呀 哎呀 先别急嘛 我不得先了解了解你的基本情况 来 上沙发上坐 慢慢说 好 来 坐 小姑娘 叫什么名字呀 今年多大了呀 经理 我叫王楠楠 今年20岁 花言的年纪 你这是大学过来实习的吧 你放心 怎么样 这公司啊 很多像你这样的人呢 我这工作都安排的挺好的 经理 那以后就麻烦你 多多照顾我一下 这个你就放心吧 对了 你刚才来的时候 怎么是董事长带你来的呀 你们俩有亲戚关系啊 不不不 没有关系 我一开始并不知道他是董事长 我是在公司门口碰到他的 我不知道 你这个办公室在几楼 就问了他一下 他就带我来了 后来 我才知道他是董事长的 在来的路上他告诉我的 哦 是这样啊 那我就放心了 对了 楠楠 你看 对工作 有什么需求吗 我好 给你安排职位呀 经理 我没什么要求 你看 你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哦 没有什么轻握 我 我 我 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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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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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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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经理我来找董事长有点事 啊说事呀 那个楠楠 你看 这马上就下班了 我已经上午跟你说这个事 考虑的怎么样了呀 嗯 经理 那件事啊 我还是不去了吧 什么 黄楠楠 我告诉你啊 你别给脸不要脸 别这样举个油滋涩 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我告诉你啊 我求你吃了 我是给你脸 今天晚上如果你不去 明天你就不用来了 立马给我滚蛋 嗯 白经理啊 明天该走的是谁 还不知道呢 有有有有有 你啊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要吓死我呀 啊 我告诉你 我是这工作经理 你算个屁呀 你就一个实习生 我让你滚 你叫我滚 白鬼能人是你吧 董事长 你回来了 来坐坐坐坐 起边去 你走开 怎么了董事长 小白经理啊 我真得看不出来呀 你竟然是这种传流氓的嘞 这 董事长 都不算这么久了 不是品仗的够深的了呀 董事长 你这说了什么话呀 我怎么可能是那种人呢 啊 你肯定是误会我了 哼 误会 我真的误会你了 是啊 董事长 你肯定是误会我了 妈 我什么 他了 没想到你疯了 他了现在啊 他嘴硬了 不是 他就不没了 妈 等 董事长 我 我不知道他是你对你啊 他知道了 我 我 我如果知道 我 闭嘴 一千 我听公司的人说 你行为不简 我还不相信 没想到 我让我女儿试一下 你果然是赵道人 董事长 请说误会 误会啊 看我的公司 卖得这么严厉的 在多一次机会吧 哎经理 你不是说晚上 要带我去吃饭吗 我们下班就去嘞 大小姐 你别开玩笑了 我那都是跟你动手玩的 你别当真啊 说你那位嘴脸 快进给我回来 就不想啊 为什么为你啊 我抱着转 不行啊 别抱着 别抱着 赶紧给我回来 奶奶 她没咋着你吧 妈 没有 我今天这呢 她没对我做什么 对你啊 妈谢谢你 要不是你去吃饭 妈 得救不住她这个灵扎 妈 她这不是已经被你开除了吗 这样公司就没事了 也是 走 闺女 妈请你吃饭 好 被 conjugate 爸 爸 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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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丢了球 就给丢了个味 妈 你要干脏 妈 怎么家里没人啊 怎么去给自己啊 我哥和我嫂子呢 我哥的嫂子又干脏了 什么 又干脏了 天天干脏 天天干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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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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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